2020年踏入五穷月,回看一周大惊奇今年首季将是全球股市主要升幅所在,为受疫情打击,依仗于1月25日警告调整来了。 1.超准灾难先生,股市大幅抛售信号很快来临,过去多次发表末日预言。 而又多次言中,被媒体冠以灾难先生称号的独立经济学家哇本周警告,美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问题,意味着股市大幅抛售的信号很快来临,他建议投资者要多留意美国,两年期债息及比特币去向,他说,你会看到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元,我们正处在一个恶性循环当中,经济增长放缓会导致美元上涨, 然后又会再导致经济增长放缓,之后美元又会上涨,因为所有借款人都要获取美元来常还债务。 他警告,联储局不断印银纸,是解决不了上述的结构性问题,所有试图创造更多货币,来解决美元问题的尝试,都会使法定货币相对黄金贬值,即黄金会因债务问题而上涨。 那么,为何会出现经济与美元的恶性循环?他解释,目前全球正面对债务通缩问题,即现金流转速度出现问题。 举例来说,若经济好,民众愿意消费,现金的流转会很快,因储蓄较少,消费增加可助企业周转。 不过,目前的情况是纵然央行不断印钱,也刺激不到民众消费意欲,令现金流转速度变慢,即狂印银纸也推动不了经济活动。 这情况将令最弱势的贷款者被淘汰,尤其是新兴市场,他们在获得外汇,主要是美元,上会出现问题。 留意美两年期债息及比特币。因此,他估计,下轮债务通缩信号很快来临,主要由债息建户拖累。 一旦债券出现负利率,尤其是最能反映市场对联储局利率去向的美国两年期国债资息率。 将市股市被大幅抛售的讯号,因破产阶段将会开始。他又建议投资者多留意比特币去向。一旦无故大跌,就要小心。 因比特币近年具有股市前瞻特质。灾难先生有多准? Rawai前基金经理曾于大行高盛工作,36岁就赚够退休。过去多次发表语言,又多次言中。 因而被外国传媒语为灾难先生。他近年的战绩包括在2014年11月。 纽约旗游营署每统約78美元时。 预言低油价时代来临。2015年3月时再预言油价未见底。 一定低见30至40美元。2015年7月指出中国将创造更多问题。 并超乎一般人想象。令全球市场恐慌。结果又终,到了2016年。 他一开始就看死欧洲银行前景。2016年7月时说投资者可放心沽空欧银。 结果又终,在2017年。他预警美国经济一年内必定衰退。 呼吁投资者趁低买金。以对抗金融市场崩溃及更低的负利率。 结果特朗普在2018年3月起发动贸易战。 后果渐渐与Rawu Pell上述所言相似。 到了2019年9月。他警告全球金融市场。正面临10分重要的转列点。 2008年金融海啸危机正在重渐。尤其是接下来的3个月。 金融市场可能会处于堕崖边缘。主因是美元强势。 结果金融市场虽然未在去年12月大塌。 为今年2月底就实现了。 2、新债王,以沽空美股了跌回3月低位。 除了灾难先生,股仲今年2月底嵌市而大赞一笔。 有新债王之称的都行政总裁刚拉克本周透露。 正沽空美股,认为市场对于经济复甦过于乐观。 相信股市可能会重返3月时的低位。 刚拉克直言,投资者可能并不了解。 目前美国超过2600万人失业,会引起社会不安。 自2009年以来所创造的新职位。 以全数征发调,他透露,已在标指2863点时沽空。 相信该指数仍有可能冲上3000点。 但下行风险更大。 不过,他亦透露,目前沽空水平未如2月时那么进取。 另一位华尔街著名投资大师,管理资产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。 美国股根海姆首席投资主管S周也表示, 经济活动可能需时4年,才会恢复到全球危机之前的水平。 他说,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,将在今年第三季以V型加速恢复。 到之前的水平是不现实的。 他有预期,美国失业率恐升至30%。 至今年底之前仍可能保持双位数。 同时,由于一半的美国人储蓄不到500美元。 因此没有做好应对风暴的准备。 消费者信心将受到严重打击。 3. 内地准成专家,机股再编25%财值得入市。 除了外国专家,内地专家也正待大编市。 北京的曼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。 基金经理潘月监管的两只股票型基金。 目前现金占比80%,债券为20%. 由于担心爆发会给市场带来压力。 他在一月下场农历新年假期开始前,已买掉所有股票仓位。 成功被过一劫。 事实上,潘月战绩亦标柄。 根据中国金融数据提供,商丝无排排网网数据显示。 去年潘月在前任雇主。 北京精宏投资任职期间管理的一个基金。 从一月至十一月到他转工期间。 回报率达百分之九十。 同期户中指紧升百分之十八。 他现在管理曼博的两只基金。 针对特定的客户。 截至周一4月27日。 今年回报率仍有大约百分之七。 自从爆发以来。 他一直住在北京郊区的家中。 他针对市场和更广泛的经济表示。 此时还在期待V型复甦的人们将展现出自无知的乐观。 他说,从今年的高峰下降百分之十不足以使。 某些人认定已见底。 现在进场可能会有百分之十上升空间。 但下跌的机会要大得多。 潘月认为,企业业绩会进一步恶化。 影响可持续长达三年。 中国政府宣布的刺激措施。 不会使经济回到大流行之前的扩张速度。 因此,他正等待户中指再跌百分之二十五。 直至两千一百点左右。 逆跡2014年水平。 才考虑重新进场。 四。 大户动向,近百分之八十有钱人不觉得现时应买股。 事实上,大户也正在安兵不动。 根据瑞银全球财富管理的一项调查显示。 由于担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。 世界上最富裕的投资者。 大多数都在等待股市进一步下跌后再买入。 在接受调查的拥有至少一百万美元。 约七百八十万港元,可投资资产。 或年收入的投资者和企业中。 有百分之六十一的人想等股市再下跌5至百分之二十后再买入百分之二十三的人表示。 现在已是买入好时机。 若有百分之十六的人表示。 现在股市处于熊市。 不是家仓的时候。 换言之,高达百分之七十七的有钱人目前并不准确买股。 另外,多达百分之六十的人表示。 未来十二个月极有可能发生全球衰退。 五,异象,股市似托孤恐重演大跌浪。 除了中外专家及有钱人之外。 美股亦出现了可能要大幅调整的异象。 高盛本周指出。 美股代表标指成分股赢家越来越少。 对美股未来并非好笑头。 报告指,标指较二月高峰回落百分之十七。 但成分股中位数跌幅却高达百分之二十八。 同时,首五大成分股已占市值百分之二十。 超过二千年三月的百分之十八高峰。 换言之,股市升幅甚为集中。 如此集中化的情形令投资者感到忧心。 该行警告,过去美股表现广度大幅萎缩。 经常预告市场将大幅向下调整。 估计广度萎缩将延续一段时期。 但枉即已表明,市场回报率将低于平均水平。 动能也随即反转。 回看历史,美股表现集中化的现象。 过去出现在1990年和2008年经济衰退之前。 千禧年科技泡沫化。 以及2011年和2016年经济走下波期间。 今次股市反弹亦指示集中在个别股份。 事实上,另有分析指,虽然美股自低位强劲反弹。 但并非普遍上像,标指成份股中,能回升上50天线的个股不到一半。 反映市况并非想像般乐观。 6. 灭亡2018年,新兴市场风暴恐快将重演。 除了美股升市不存面外。 类似2018年拖沫全球的新兴市场。 风暴恐快将重演。 道明证券本周发表分析指出。 如果土耳其货币里拉继续受压。 其外汇存底可能最早7月号尽。 届时必定陷入重大危机。 另有分析认为,如果不计算货币互换在内,土耳其的淨外汇存底最快本周就可能已进入负值。 土耳其央行上周表示,其淨外汇存底,已从今年初遇400亿美元大降至259亿美元。 不过,有经济学家认为,央行为了减轻压力,进行了250亿美元货币互换,可能被当作外汇存底。 因他增加了资产负债表的规模,但没有相对负债。 道明证券新兴市场策略主管认为,截至4月22日,土耳其央行可能只剩下14亿美元正储备。 最快7月号尽,该行认为,在所有换充资金号尽前,土耳其央行可能大幅加息, 并可能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,基于外汇存底剧减,土耳其利率及汇率均面临风险。 如果美元持续强势,货币里拉恐大幅贬值。 7.股市难升,全球16亿打工仔面临失去收入风险。 其实,大会要在股市散货,实需散户配合。 然而,全球打工仔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失业问题实难轻易推升股市。 国际劳工组织ILO-本州指出,疫情导致工作受阻, 全球16亿名劳工正面临失去收入的风险。 此外,各国的封锁措施将使全球总工时大减10.5%。 相当于3.05亿个职位空缺。 ILO报告统计,全球非正规经济中的20亿个劳工中, 因失去收入的比例高达76%, 这项数字已接近全球33亿劳动力人口中的一半。 ILO预计,危机爆发的第一个月, 非正规经济的劳工身资将暴跌6成, 其中以非洲和美洲的劳工身资降幅最大,达到81%。 非正规经济指的是无法获得完全保障的工作, 例如劳工伤病期间或是企业, 关闭后的身资保障, 非正规经济群体有较大可能完全失去收入, 因为他们更可能在, 冲击最剧烈的产业中工作, 例如零售和食品业, 而这些劳工群体通常集中在发展中国家。 ILO表示, 随着全球部分国家政府延长封锁措施, 预计今年第二季全球工时将严重缩减, 以每周48小时为工时基准估算, 预计2020年全球总工时, 将较爆发前, 2019年第四季, 减少10.5%。 相当于全球3.05亿个全职工作, 最新预估大幅高于先前预测的6.7%及1.95亿个工作崗位。 值得留意, 所有主要区域情况均恶化, ILO估计, 相比去年第四季, 今年第二季美洲的工作时间减少12.4%, 欧洲和中亚减少了11.8%, 在就业危机之下, 保护弱势群体的需求变得更加急逼, 对于数百万的工人来说, 没有收入意味没有食物, 没有安全感和未来, 如今全球有数以百万计, 企业被压制几乎无法喘息, 若我们不给予帮助, 这些企业只会走向灭亡。 8.要开饭还是防疫, 同国恐触发生危机, 面对此时此刻, 究竟要开饭相信穷国人民不用抉择, 一定是饭碗, 但同时酝酿新一轮危机。 本周有报道指, 全球人口密度最高国家之一的孟加拉, 尽管政府为了防疫而封城, 但数以百计成衣厂格由周日4月26日起, 陆续违反规定重开, 许多工人证为了每个月115美元, 约897港元的工资而重新开工。 让外界担心孟加拉会恶化, 报道引述一名月薪115美元。 约897港元的孟加拉成衣工人表示, 觉得要必须回到工厂, 虽然担心, 但更担心失去工作及人工, 为英国零售业生产成衣的工厂厂主席言, 如果不从啟工厂, 将会有经济危机。 他表示, 成衣厂受到来自品牌那边的压力, 若无法在出口期限前满足订单, 数十亿美元的订单, 可能会被转移到中国或越南。 事实上, 孟加拉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, 第二大成衣出口国, 去年出口了350亿美元的成衣, 几乎占孟加拉全部出口金额, 也贡献了该国1.68亿人口, 预400万个工作机会。 9. 全球食物供应链大兜乱业界求民众食多些。 讲起开饭, 目前全球食物供应链异象处处, 有些被抢购, 有些侧等变坏, 薯仔, 本周有报道指, 收留在家中影响, 欧洲的马铃薯价格步跌近九成, 导致比利时正要求民众会周最少吃两次薯条, 否则会有超过75万吨的马铃薯孔被凝掉。 报道指出, 由于比利时的餐饮业, 要等到6月8日才能开放, 令市场对榨薯条需求大幅下降。 比利时马铃薯业组织秘书长表示, 现在有大约75万吨马铃薯无法加工。 由于比利时的马铃薯加工业, 有75%是冷冻产品, 需求持续下滑到致富全渐渐堆满, 该组织也开始与超市合作, 看看是否可以呼吁比利时人每周吃两次薯条, 尤其是买冷冻薯条, 避免浪费食物。 不过, 另外25%的新鲜马铃薯产品及相关零食销情很好。 因越来越多民众在家煮饭和吃零食, 在爆发前, 比利时今年的马铃薯时节表现出口亦很理想, 然后整个市场在三月中旬崩溃。 马铃薯从每吨135欧元, 约1135港元, 跌至每吨15欧元, 约126港元。 花生, 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数据显示, 今年初以来, 美国的粟米、牛奶、猪肉等商品价格跌幅皆超过20%, 但花生同期价格紧跌约6%, 同时花生的全球价格年内升幅也近12%。 显示花生竟然是商品赢家, 旧其原因, 可能是因民众为了居家而增购花生酱等产品。 数据显示, 美国四月粟米价格跌幅1度超过20%, 牛奶达40%, 猪肉更错于50%, 但花生价格同期仅跌6%左右。 美国农民对花生能维持价格稳定感到很乐观。 春季教去年种植料更多花生。 蕃茄, 墨西哥三大出口农产品之一的蕃茄, 受拖累而产无订单。 当地农民只能免费送出去或用来喂牛。 当地的石纳罗亚州估计, 农民已发放了修成的10%至15%, 该州约三成产量因解雇, 临时供等原因而暂停。 石纳罗亚州是墨西哥, 最大的蕃茄生产地, 农民说该州的蕃茄需求, 在某些地方大跌达40%, 包括酒店、餐厅、 农所促食店如和麦当劳。 值得留意的是, 5月将是墨西哥开始出产蕃茄的季节, 若餐厅依然关闭, 蕃茄危机可能会加剧。 10.包你惊叹, 亚马逊IBM品牌背后秘密。 最后分享一下较轻松的话题, 作为成功的企业, 除了业务要了得爱, 品牌价值也是一门重要学问, 透过商与所创造的货品日价, 会为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价值。 因此, 商标,即logo, 的设计可谓从中之中。 它可以很简单, 也可以很困难, 除了要设计美观, 辨识度高外, 简单线条所带来的深层寓意, 往往更能令人赞叹不已。 或许我们就是一不留神, 让设计师的美意刷身而过。 其实, 国际巨企的商标, 有不少事隐藏着重要信息, 以下哪些你有知几多? 保证你看完后, 对框街见到的商标目光从此不一样。 FedEx的logo看此简单, 但请仔细看看, 你看到X当中的E和X之间的空白处, 是否有一个白色箭嘴呢? 原来它象征FedEx的速度与准确度。 据说, 全球只有大约五分之一人, 能在没有任何提示下, 看得到有个箭嘴。 从现在开始, 你看到FedEx的商标, 可能更会留意哪个箭嘴, 并立即与身边的人分享了。 亚马逊的logo上黄色小哈哈不止是装饰, 它代表的是亚马逊所卖的商品。 从A字开头到Z字开头的都有, 箭嘴从A字到Z。 同时代表顾客会得到满足的笑容。 IBM, 国际商业机器, IBM, 最早是以打字机起家。 所以logo中刻意无以打字机所打出来的字体。 再者, 哪八条横线可让人轻易认出来。 意义是速度和活力。 基本上已经跟 він虚种了。 宝库友, 平立即确盖ucken继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